现在大家对新冠疫情比较稍微放心 因为是注射了疫苗 然后有了一个累计三年完整对抗它的方式 但是现在呢 包括了世界很多全球级的卫生组织都提醒它 致命真菌的威胁 随着暖化加剧越来越糟 已经有400万种真菌 有19种被点名 那么其中有4种对公共健康 现在带来很大的威胁 历经漫长艰辛的三年后 美国看似在对抗新冠疫情上 跨过重大的关卡 白宫计划在5月11日解除全国新冠紧急状态 不过拜登在周二晚上的国情咨文中也强调 此前设定保护民众的目标维持不变 接下来白宫预计发布一份新冠蓝图 确保民众了解紧急状态结束后的转变 像是针对医疗资源 另外美国CDC机关中心也宣布 把新冠疫苗列入常规疫苗接种清单 代表所有六个月以上的民众 都应按照时辰去注射 不过这项改变并不代表学校办公室 需要强制接种疫苗 仍是由州政府和地方规范 随着疫苗治疗方法问世 全球新冠大流行逐渐得到控制 不过致病真菌的威胁却正在升温 有经典电玩改编的HBO影集 最后生还者 剧中感染人类让大家变成上市的真菌 就真实存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真菌会寄生在蚂蚁体内 吸取它的养分 从操纵到夺取它的身体 再去感染其他蚂蚁 不过索性这种真菌对人体没有危害 但也有越来越多证据指出 机油变迁 全球贸易和旅游的增加 正在导致真菌的发病率和范围不断扩大 目前全球已只有400万种真菌 有19种在去年被世卫组织列为公共健康的最大威胁 其中更有4种最需小心防范 包括能从空气吸入人体感染免疫低下者的新型影球菌 能残留在表面医疗设备快速人传人的耳念珠菌 和几乎随处可见能导致肺部感染的烟渠酶 以及存在于人体口腔 肠道和皮肤 趁着免疫力低时四斤感染的白色念珠菌 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真菌感染 专家提醒最好的防护就是增强自身免疫力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